报道的很荒谬和事实完全不符的那种 我是比较关注政治 完蛋了 我觉得不可以 不得我就跟你讲 我就打断你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大宝藏 这一期内容比较特殊 我邀请到了一位我的朋友 一位台湾的女生 她现在还在读大学 然后这一期内容 我就想跟她聊聊天 随便聊也没有做任何准备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台湾女生的观念和想法 她肯定不会代表所有台湾人 就是仅供于了这一期 当然我其实是想一直做下去的 然后我之后也会邀请一些 其他的朋友 男生女生性别不限 如果你是在任何地方的一个朋友 如果你也想这样跟我对话的话 跟我聊天的话 你可以联系我 然后这一期因为我们都是 两个人都是用笔记本 也没有用特殊的设备去拍摄和收音 所以效果的话 可以百分之百的保证 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Nova你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哈喽 哈喽 好我是Nova 我现在我现在18岁即将19岁 我是一个台湾的大学生 然后在大概一年前一年前 接近一年前认识你们的大宝藏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正式开始 然后我们就下聊 讲到什么聊什么 我可能会问你很多问题 聊一下你那个摔车的事情 因为我认识很多 包括在日本的台湾朋友 还有一些就是远程的在台湾生活的 我发现在聊天的过程中 我经常能听到台湾的朋友说摔车 我就我就比较奇怪 就是好像台湾台湾人那么擅长摔车 是吗还是一种爱好 擅长摔车 对对对你发信心的时候跟我讲 对对 然后我还有照片 然后在那边 如果要讲交通这一块的话 因为交通涵盖太多了 就是人事物涵盖太多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 难道我们下一次 我们OKOK 对对对 这个讲到交通这个方面 那你再讲可能要普及一些很多 就是当地的这个 包括法律 包括这个社会制度 这个可能话题比较长 你刚才说你是出门去打工 你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对吗 对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工的 从这个月这个月开始 应该说严格来说 是这个月算是正式 其他都是那种临时工 你现在不是你先读大学 你肯定是 你怎么还会有正式和非正式 你现在一定是非正式吧 打工吗 不是我的正式 就是有固定的时间 然后以前都是那种临时 就是没有固定的时间 对 可能明后天 明后天我有空 然后明后天刚好 有人需要打工的人 那我就去办他打工 但是那两天过后就没了 也就是说你明天和后天 可能去的地方都不是同一个地方是吗 对 那你这个打工信息是从哪里获得的呢 从那个 开玩家有个 有很多打工APP 像小机上工啊 像我就是从小机上工找到的 就是它是一个APP 然后都是有缺那种打工机会啊 或者是网络上都有很多打工机会 但是我是从小机上工上面 也就是说有很多 也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打工制度的话 你是可以非常临时性的去决定的 对对 哇这么方便的吗 很方便 我和日本差距很大 那那就是 也就是说你们打工的机会是很多的 对 嗯对 你现在是大学生嘛 就是说 对 那台湾的法律的话 有没有说限制多少岁以上才可以打工 要 你15岁到16岁算同工 但是16岁以上你就可以打工了 但是通常大部分的人都会录取18 那你就是你18岁去 去 就是你要去打工 基本上是比较容易通过 那你16岁以上就可以 可能只是通常那个机率会比较低一些 因为通常都会 还是会怕有一些就是什么法之类的啊 因为有些人比较没那么 没那么 就是很坚守法律 所以说 为了避免这些这些问题的问题的发生 所以说通常都会 18岁以上比较好找 那也就是说你 满了18岁 你现在进入大学 马上就开始了你来打工生活对吗 算是马上 也不算是马上 但是就是比别人还要早一点 那也就是说 在满了18岁以后 去大学读书以后 就是然后去打工 这个是在台湾是普遍现象吗 在 算是 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 我自己是因为不在 我自己讲的话不在表情相关情况 但是在我身边中的同学 不管是国中高中大学都一样 就是起码有一半的人是已经有打工 那你们也就是说你这个打工是用作自己的零花钱 还是说想cover那个学费 都有都有 就是我 都有 ok 对我会分配 就是一部分是学费啊 剩下的可能存下来 再剩下来就是我自己的花钱 对 那你们这个打工的状态的话 比如说你突然明天想去打工 你就用那个APP去找 就是说找到的几率是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反正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啦 就是你要找到的几率 因为我上次有 我曾经打过很临时 就是我今天刚好滑到 我刚好后天再找 那个时候我是友善的 我是友善 但是就是 就是因为他缺的他缺的人 人就是也不是说很多 所以说你要说几率 我其实也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回答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要几率的话 没办法光靠我一个人 这种打工的 比如说他们在招募这个打工者嘛 就是说他是主要的是要一些基础的这种劳动力 还是说各种行业都有 各种行业都有 就是你不管是餐厅的啊 或者是服饰店的啊 或者是电营晚派 或者是工地 补习班老师之类的 我上次就是硬诊补习班老师 对 两天的 那还不错 你们打工肯定是实薪嘛 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实薪的话会根据 也有日行 那会根据行业不同 值种不同 而价格有高低之分吗 高低之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有 但是他起码一定会实薪 起码一定会到政府标准 就是政府现在是176 所以他起码一定会176 但他会依据各行业辛苦 像我现在的打工 就是比较正式的打工 就是有规律的工作是 是 呃 我在火锅店上 所以说他是餐饮宴 那餐饮宴就会比较忙 就是 相对于一些经营晚派之类的 或者是 呃 补习班老师会比较忙一些 所以说我的薪水就会达到 时薪就会差不多200左右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上次去的那个 零食的那个 嗯 补习班老师 他薪水只有176 那通常都是 不管你在怎么多么低 你时薪也是会一定会有176 在法律上规定的下限是176对吗 对 那那台湾学会怎么收费 像你这种大学 你是读 我记得你是读体育是吗 对 但是我比较特别一点是 呃 当然国立跟实力一定有差嘛 国立一定比较便宜 然后你会依照课科系 你是国立还是司令 我是国立 哦 ok 我是国立 然后刚好体育大学又是 学费很低很低很低的学校 对 因为我们学校它是前凯这一堆 就是我的学费 因为呃 呃 国立 国立通常都是2万 2万多起票 然后实力一定是我们的两倍 所以通常是4万多起票 然后再依照课科系的 那个费用会不同 像呃我有个朋友就是他现在读设计系 那他的费用是差不多我的两倍 可是他也是国立 嗯 对 所以说会 其实都差不多 嗯 对会依照科系 然后是不是国立跟实力的呃 来分那个钱 对 那你大学毕业以后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 还是还没有决定 打算 我当然是会先出国 会先出国 你准备去哪个国家 加拿大 我超想去加拿大 去留学吗 呃 对去留学 去加拿大 你准备是去读什么 那还是说你继续读体育这个专业 呃继续读体育这个专业 是因为每天从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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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加拿大那些加拿大 好像欧美地方就是先去 先去投探一下 看了有什么呃 新的东西 现在是台湾没有的 然后再带回去 再会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也就是说 你去留学 只是去把东西学了之后 带回 对 然后普及给台湾 是这个样子吗 对对 对 我这想法很不错 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 对吧 对 你什么时候跟他分手 最近没有打算 最近没有打算 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也经常 包括现在YouTube 还有之前电视上我会看 就是我会关注一些台湾的媒体 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媒体 台湾有很多很多媒体 台湾媒体会把任何事情都拿过去报道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人在推特上 发了一条完全就是胡编乱造 没有任何根据的信息 但台湾媒体 我就会看到台湾的媒体 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然后似乎也不去查证 也不去溯源 而且就是之前有一件事情 我在我之前的内容里也有讲过 说在日本的一个四川姑娘 嫁给一个日本人 她做了一期视频 她讲了日本的女性出轨率 达到了49%的高度 然后她的视频就是一个49%出轨率 女性出轨率被传开了 然后包括YouTube 包括B站都在说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说49这个数据怎么从哪里来的 因为一个出轨率统计 它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首先我就很有疑惑 然后我就去查 我就查了好久 用中文英文还有日文查 都没有查到远 最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找 才发现是这个一个人发了一个油管的视频 然后被台湾的媒体去报导了出去 才把这个事情给扩大了 我就想了解一下 就作为台湾人来说 对媒体的这个信赖程度是什么样的 哦 你那你要看 你要看是哪个 岁数 岁数的人就是比较年长 比较年长的人 比较信赖媒体 那这样文吧 就现在说你这个年龄段 获取信息是动过什么方式 Youtube啊 Youtube 或同财的Instagram 或者是对 像台湾有的大学生 很莫名其妙 不是莫名其妙 就是一个网站叫T卡 T卡你之前告诉我 我有上去看 对对对对 其实上面的东西就是五花八门 所以说我是不会完全相信 但是我有些同学是会完全相信 就是说欸你知道 他可能就会先跟我说 你知道皮卡上blablabla 就可能开始跟你讲那个内容 然后我是不会相信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内容没有查证过 那他会完全相信 所以说如果要讲的话 我觉得说 你刚才是问信赖媒体的那个 对对对对 像我啊 我是我信的话可能就是性格可能20%吧 就是这个很难去很直接的讲 所以说就是我这个年龄层 是都怎样相信 但是我可以讲说 如果是比较年长的长辈啊 他会 因为他不太会用手机嘛 所以他也不太会去查证 他每天就是在看电视 电视播的新闻 然后他人看了还就信了他 所以说他们会比较依赖媒体 就是媒体怎么怎么吹 他就怎么打 你会去看电视吗 你这个年龄应该不太会去看了吧 电视新闻 现在不会看 那以前会看 包括电视新闻也好 就是你看到的那些报道 你首先第一反应不会是去 马上就去相信是吗 对 那你如果一件事情 他的报道的某件事情 你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那你会去主动的查证吗 会啊 绝对 对 对 那这样 那你有没有就是影响很深的某个新闻 或者是多个就是让你影响很深 就和事实很不符 就报道很荒谬的那种 好就是我国中的时候 大概四五年前 那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卫生纸之乱 好像没听过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在2018年 好像是那一段时间 就是那时候就是台湾民众一窝蜂的人 很多人就是全部都去量饭店 量饭店 对 就是去那边抢购 抢购那个卫生纸 就是加入玩Costco 就是抢购卫生纸 那抢购的原因就是 新闻上面是报道说就是全球的指价展三层 所以说他要去抢便宜 所以说就去抢购卫生纸 但是其实那个就是 就是新闻都会大幅报道说是全球指价展三层 但是其实那个是 卖家为了要有利润快点进来 所以说他把那个假消息 就是说全球的只要展三倍的那个消息 播放播播播播给媒体 然后媒体就也没有查证就直接播出来 所以大家才会都去抢购卫生纸 现在那段时间就是 家乐福啊Costco啊都没有购卫生纸 就大家都屯购卫生纸 然后也屠购卫生纸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用 就是屯购卫生纸 对对差不多 那就是说所有就很多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事情吗 对就是 那台湾的话就是最具有公信力的 或最有意思是哪一个 哪一个媒体吗 最具有公信力吗 对 我比较信 我比较相信的媒体 应该会是公事 公事 公事 OK 就是被最多人所知的媒体是哪一家 被最多人所知的媒体是哪一家 其实不是只有一家 就是 你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三立啊 OK 就是他们也去报的这件事情是吗 没有任何查证 对就是 你通常就是那几家大媒体 就是土派会 就是 因为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报 就是怎么讲 就是 他就是也是没有查证 他又直接报图了 因为我印象中那个时候 不管是三立还是TVBS 就是我那时候活动的时候 就是陪我家人看电视 然后看到这个新闻 然后我就 蛤 为什么要去一窝蜂抢卫生纸 然后上面就写说 因为指价全球什么上涨三可圣 不是上可圣 是三成 然后 然后就 要 要捡便宜所以赶快去抢 然后 但是我们家没有抢 然后就 这个新闻后 就是后来发现就是 是假消息 所以说 在台湾的这种各大媒体就是 在没有任何查证的情况下 报导了 这些假新闻之后 他会面临什么后果吗 会被罚 就是 我记得后面那个时候 好像 他会被政府罚 就是 他具体的罚则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确切是他有被罚 就是上罚不实消息 也就是说 他们在发布了这些假新闻之后 是有法律去管束他们的 对 对 然后也 然后也会有 就是政府也会避免 让民众就是 听信这个 会有查证的东西出来 会有查证的机构 最常听到的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就是养生疗法 就是可能吃什么 对身体 会很好 就是会帮助身体 不得癌症之类的 那其实有一些也是假的 那台台台湾都会有一些 就是 APP 或者是网站 可以去公验证 是不是真假 那你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但是 这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有一点点 稍微的 就是 敏感吗 敏感话题吗 对 你可以讲 我如果不能放出去太敏感的话 就把它剪掉 可是它这个有点 有点长 看一下时间 哦马上 你是到八点 台湾时间八点的吗 对 现在七点五十九了 你 你干嘛要出去约会吗 我要去 读书 我要去完成 我刚才前面讲的说 我要去加拿大的事情 对 要学习了 哇哦 对 OK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继续聊 好 很感谢你今天的时间 拜拜 拜拜